讲到文景之志 我们都会想到汉文帝 汉景帝这两代皇帝 那么不折腾 清窑薄税 对农民少征税 少收税收 那么因此农业发展 国家的经济呢 根治也就好了 那么汉文帝这个人呢 好说话 脾气好 那么做什么事呢 他都不着急 大臣呢 顶撞自己 他也是笑脸相迎 有人中国王造反了 他也就是写封信过去 尽量的去劝详他 吃穿的 或者是住的用的 都非常的节俭 那么这样问题有时就来了 那么你一个皇帝 现在你是富有四海 你为什么要如此的节俭呢 有人说了 汉文帝他非常喜欢和崇尚道家 皇老之血 无为而至 其实我们要知道 美国心理学家 如格曾经说过 很多人避其一生 都在很努力 都是在整合自己童年的阴影 那么刘恒在童年的时候 到底经历了哪些阴影呢 我们在史记 史记中 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当中 就会了解他 在他童年直到他登基之前 是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状态 那么 汉门帝刘恒 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儿子 刘邦一共八个儿子 刘恒的母亲呢 也就是伯基 应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妃子 不起眼到什么程度呢 连刘邦自己都忘记了 在后宫中还有这么一位嫔妃 还是刘邦其他的一些个小老婆提醒他 皇上您在后宫当中还有这样一位妃子 一直没有宠幸他呢 那么所以刘邦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内疚 带着歉意就去找到了伯基 然后这时候才生下了刘恒 那么可以说刘恒母子 在后宫当中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 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反倒成了救了刘邦母子最后的一个稻草 因为在刘恒八岁的时候刘邦死了 刘邦突然驾崩 这个时候刘邦的大老婆也就是吕后 控制了整个西汉的中央政府 控制了这个政权 那么直接把刘邦生前自己所宠爱的那些个妃子 一一的囚禁起来 这其中包括我们最熟悉和了解的那位弃夫人 吕后是直接把她挖掉了眼睛 然后熏隆了耳朵 毒哑了嗓子 做成了人质 其他的妃子也都是被他幽禁了起来 那么当时刘邦一共八个儿子 除了二儿子刘盈 吕后的这种亲儿子 他当了皇帝以外 其他的都是孤零零零在自己的封地上 自己生活 母亲都被幽禁起来了嘛 只有刘恒和他的母子能够在封地上相依相伴 在这件事上给他们母子呢 上了一个上了一课 也就是说 人只有当自己变得一个人序无害的小透明的时候 自己才能在生活当中搞活下来 然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刘恒就算是真的成为了一个小透明 他心里也是因为心惊胆战的 因为在死后的这15年之间 吕后先后诛杀了刘恒同父一母的这七个兄弟 刘恒在这个时候肯定是黄黄不可终日 担心自己会不会是成为下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吕后突然死了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刘恒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 一个教训 就是一定要远离政治中心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身在帝王家 有很多事情 你是自己控制不了和左右不了的 刘恒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出现在吕后死了之后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具体发生了哪些传奇性的故事 我们留在下一期继续讲 现在无论是打开抖音 还是今日头条 你总能听到很多的这个up主 他在讲国学 在讲历史 在讲道德 甚至有很多的这些个up主 他都是把道德 能够和你的这个生意上 或者是做事情上挂钩 你认为道不正 则生意不兴 认为自己修好了道德 那么品行你端正了 那么你的创业 你的生意就一切顺利了 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吗 所以我就想引用一句 我们在万里十五年当中有一句话 就是凡是能用法律和技术来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先和道德扯上关系 那么儒家思想呢 发展到我们今天大概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他的根本的思想呢 就是可以概括成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正是由于这种儒家道德 使得我们中华文明啊 才能够延续了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的 不像得以保存下来吧 不像其他的这些文明古国 现在历史已经都消失了中断了 他在过去的这个农业社会当中啊 的确有他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是他不能用来治理国家 再说一次啊 但是他不能用来治理国家 因为道德并非万能 他不能取代你的技术 也不可能代替法律 你看我们每个朝代都可能会有法律 也会有一些个治理的这个官员 但是并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都是不需要的 只是道德的观点应该放的更远大一些 因为道德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 他都是一个整体 就一切意义的根源 他不能分割 也不能妥协 如果在道德上 这个问题上我们争执不休 那么最终都不能解决 那么我们最终啊 只能是用通过法律 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两岸 这个两个国家对峙的过程当中 尤为表现的比较明显 在这里呢 我想起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当中啊 刻画了一个皇帝 两个首府 那么一个武将 一个文官和一个思想家 由于社会形态的这种限制吧 皇帝历经图治 或者是安于安徒享乐 首府呢 你会看到会有独裁的和调和的 那么武将呢 这时候会有创新 还有或是喜与狗安 文官呢 就是连接奉公 或者是有的是贪污舞弊 每个人都具有道德的两面性 他们是无分善恶的 通通呢都不能在事业 或者是他自己所做的这一个领域当中取得成功 也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一种发展 那么这一切的根源呢 都在于这个2000年的这种 被这个官僚阶级视为统治思想的这种独家道德 他们处于道德的这种幌子 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这种变革和发展 这也是近代以来 我们落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原因 所以啊 在解决问题或者是做事情的面前 我们首先要想的是 解决这个事情我们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用到哪些方法 这是技术层面上的事情 或者是制定出哪些制度 来使我们这些更高效的利用和限制这些技术 能够提高更快的解决 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 这才是王道 不要一上来就和道德扯成关系